大师您好 我是法学院政策学与行政学专业一名学生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佛教的历史上曾经发展 曾经几度兴衰 甚至在佛教的起源地印度本土 佛教也曾一度灭绝 我想问一下请问大师你怎样看待这个事情 还有就是您觉得以后佛教今后应该怎样的才能更好的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您觉得现在松山少林寺你怎样看待 谢谢 八字解读人生 风水改变命运 大家好 居士 从业风水26年 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 针对八字测算 风水布局 命力分析 事业财运 首相面相 感情婚姻 有独到专严见解 如果你的财运不价 情感不顺 诸事烦心 圆主可添加 本局是微信26682135 一一帮你调节化解 记住微信26682135 发展了这个前途 那么这个是作为一个佛教佛教徒的话呢 就是也需要就是他的一份 呃 努力 那么非佛教徒呢 也对佛教的教育就是需要尊重 因为佛教所讲到的真正的这个 真理的话呢 那么应该是值得大家都去学习 我记得佛在佛经里面有这样的 因为佛当时在世的时候呢 各个宗教都说自己宗教很好 然后有一个弟子呢就是问佛陀 那么各个宗教都说自己是很好的 那么佛教怎么会要说出 就是自己跟其他不同的 那么佛陀说你们用智慧来观察我的宗教 我所说的这些我所说的这些语言呢 如果是符合于真理的话呢 那么大家对这个真理的这种事实呢 就是应该值得承认的 如果不适合的话呢 你们都不证理 就是我没有单独的这个佛教 那么后来这位弟子呢 他通过满长的时间当中去观察 最后就是佛陀所说的真正是画是这个真理的 所以就是对他坚信不移 我也是这样讲 我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 我为什么就是跟大家说我自己一生的经历 还有我看到佛教里面所讲到的 不管是宏观 微观 那方面来讲是应该尽得起科学的严证 尽得起人们的这种提炼的这种考证 那通过这样以后才能真正发现 人类的思想的接近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承认 恐怕这也是人类的愚痴而已 因此对佛教的未来 看人们对真理的了解多少 就是取决于它 然后我对少林寺不是特别清楚 我去年有一次路过的时候 在远远的地方他们说少林寺在这里 我说出名的少林寺在哪里啊 因为八十年代的时候先从少林寺的电影开始 人们对这个心目当中 少林从那个歌在我们读书的时候 从那个时候开始对少林寺是比较关注的 后来也是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 但终的来讲我那天看到施用心的一句话 他说本来像国家少林寺要上师 后来他们通过很多的路里不愿意做上师 这是好像是在集群法师的微博里面说的吧 所以我相信任何一个佛教团体的话 可能也有可能对社会的一些舆论和社会对它的一些关注 关注过程当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 有一部分可能是假的 这里面也存在着一些很多复杂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人要判断任何一个佛教大德也好 或者是佛教道场的时候 尤其是人们正在议论纷纷的时候 你用可能你的智慧来最细致的一种 最好是用一种香味镜来去观察 最好不要用放大镜 有时候的放大镜是不一定很真实的